A.A.A.班奖典礼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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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绣制 李轩美 发提 A.O.A.等等 其中A.A.A.无疑是最引人注目 九位团员延续着近段时间的成熟路线 换上了各种时髦服饰 将完美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 与向来以火烂度称的李轩美照相灰烬 而近几天一直饱受生病 困扰的周子瑜这一次也是病运回归 只见他穿上白色礼服 优雅现身 并且还高调站在C位 吸引了全场的镜头 A.A.A.班奖典礼 在韩国演艺圈颇具声明 许多大排明星都会现身为活动捧场 而就在刚刚下午一点左右 大红红地毯活动 正式开启其中竿组的不久的新人女团 I.V.O.N.E.以全黑的服饰率先亮相 之后 人气火爆的A.O.A.也不如红毯 而雪旋自然成为团队中的焦点 不过平时爱旧身材的雪旋 今天却优雅了不少 仅穿上了一身黑色连身长裙 全身包得严严实实 反而是大美女宣美依旧作风大胆 只见他以身低位 连身黑裙火辣现身 在镜头前还摆出一副楚楚可怜的表情 让人流连忘返 除此之外 二十四岁国民初恋裴秀制 今天也十分惊艳 他穿上了一件身微吊带裙 小鹿性感 而近日一直风波不断的M.A.M.A.M.O. 也亮相舞台 有一位网民昨天发文 炮轰M.A.M.A.M.A.M.O.团圆丁徽人 趁他的父亲将其害得家破人亡 而且还玩起了失踪 所作所为完全就是一个骗子 文章引来外界强烈关注 连M.A.M.A.M.O.所属经纪公司 也紧急发文解释 不过今天丁徽人却似乎不受影响 红毯上的他娴熟地摆着头笑容满面的样子 看起来心情不错 另外 87.TWICE也作为重量嘉宾现身舞台 其中被受关注的周子余 他在上周六突然缺席了签售会 后来JYP公司更是证实子余必须休养 所以不得已缺席 这让粉丝们十分担心 不过今天周子余也并遇回归了 而且与TWICE其他八位成员不同 周子余今天并没有一起走火辣路线 而是一身白色梅西礼服优雅现身 站在队伍最前面的他 吸引了全场媒体的目光 而子余看起来脸色红润 气色还不错 这也让粉丝们常说一口气 女神要好好保重身体 吃好睡好 不要太累哦 子余宝宝 子余加油 她加油